大家好 我是松林科技的Ris 今天主要是 再讲一下我们Spring Data JPA 到底还有什么样 里面的内容可以在做运用 虽然题目叫做继续花式Spring Data JPA 但其实这个只是延续 去年我讲过的一个题目 但是内容的话是不相同的 这个QR Code是这一次 我的内容里面所有的demo 里面的demo基本上 都是用Unitex去写成的 是一个小小的专案 然后这QR Code在最后 整个简报结束的最后 Q&A的时候也会有一个 所以现在少不到的话 可以不用担心 那上面是我的联络方式 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一个题目 Spring Data JPA 它其实里面涵盖非常多的功能 但是在实物的运用上面 其实我们最后还是会回到一些 比较基础的功能面上 这个是因为我们在实物系列上面 所遇到的问题 一般来讲分成几个 第一个就是效能 再来就是要如何去完成需求 那最后就是 我们maintain的时候 该如何去承接 大概从这三个面向下来来看 那我自己整理出来 JPQL跟Protation 这两个是我们主要要下去看的一个东西 第一个我们讲JPQL 那这个东西我会从比较浅的方面开始讲起 这个字有点小 后面看得清楚吗 看得清楚 好 JPQL它全名就是Java Persistence Query Language 它其实相对于SQL SQL的部分 那红框框起来的部分 就是它JPQL它实际写起来的一个样子 那可以看到它基本上跟SQL是一模一样的 那它唯一有差别的地方在于说 第一个它方选不一样 再来就是 它在这些table或是column的命名上面 是使用你Java这边的命名的 换句话说 你在写JPQL的时候 你并不用去管说 你未来你的table实际的名称长什么样子 因为在实物面来说 我们常常会在table上面做一个统一的 prefix 那这些东西可能不会出现在你的class里面 OK 好 那这边来讲一下JPQL跟HQL的部分 因为Spring Data JPA它本身只是一个界面 它承接了JPA的这个标准 但它实作套用的是Hybernate 换句话说 其实JPQL跟HQL到底能用哪一个 实际上是都能用 那HQL的部分 它因为是在JPA的这个规范之上 所以HQL它不但可以用JPQL这边的功能 它也可以多用自己Hybernate实作的功能 这个稍后我会有一张function表来说明这件事情 好 那JPQL有一个简单实例 那在这里的话 其实大家主要要放的一个重点就是 第一个命名的部分 我们所使用的是class的命名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的parameter再放进去的时候 你会需要跟你的这个input参数做一个binding 那其实这个binding的方式有好几种 这稍后我也来讲一下 好 第一种叫做使用名称做观点 也就是我前面的那一个范例 基本上你要去写一个有意义的命名 然后前面加一个冒号 那在你的input参数这边 你需要一个小老鼠parameter的这一个notation 去描述你的这个parameter 绑定的这个名称是什么 那就算是你的变数命名 跟你的这个parameter命名是一样的 你还是得去描述他的这个name 会需要写两次这个意思 那第二个是使用index的观点 也就是问号1问号3的方式 那这个部分你就可以省去一个小老鼠param的一个宣告 那这个部分是我自己比较常用的方式 但这个要注意就是在后续的维护上面可能会变得比较麻烦 好当你的功能发生改变 你的变数有增加的时候 这index很容易变成少改的部分 好那在jpq里面 jpq里面同样可以做到join 那在使用hybernate或者是spring data jpa的时候 我们常常遇到所谓n加1的问题 也就是大概如果你们有看过中古有一场快奖 刚好就在讲n加1的问题 他提出了几套解决方式 那其中一个其实就是jpq里面下去做查询 那这里的话有几种join方式 第一种是inner join 也就是说当其中一边他不存在资料的时候 他整行都不会查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跟seql inner join一模一样的意思 好那再来就是left outer join 那在这边的话你只要写一个left就好了 其实也跟seql很像 那再来就是cross join 这个可能是比较陌生的一个部分 你在做查询的时候 你的front后面会直接front两个class 那这两个class之间的关系 你会在后续的会合条件做描述 这是cross join的部分 好那这边要小心一件事情 就是join会有过度展开的问题 在我们写直接写sequel的时候 我们当然会知道展开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在写jpq了 由于他是spraynta jpa的部分 所以你们可能会关注在你们的entity上面 而不会关注到实际上资料被展开的一个问题 好这边要注意一下 假设你今天做了join的话 实际上你的parent的那一个资料 他是会被展开的 那再来就是栏位的部分 栏位的部分 这边的展开的一个状况就是 可以看到我的这个sequel 基本上都是employee去left join 一个import role 就是他的一个角色的这一个table 那我实际上我在return的时候 我只要return employee的这一个class内容 角色的内容实际上我是拿来做他的会合条件里面做使用的 但是这边在最后查询出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slate的语句 这slate语句是由hybernate产生出来的 它产生出来的时候 它slate出来的栏位不只是只有employee本身的栏位 它也包含到角色那一边的栏位 换句话说这无形之中会对你的这个java 在跟你的db做沟通的时候 无形的造成不必要的IO浪费 如果你今天的table是很大的 这个就是要小心的部分 那这边就是aggregate function的使用 那下面这张表 其实我就把jpql跟hql各自可以所使用的function给列出来了 实际上这个大概 如果你要查的话 我建议直接去查hybernate的官网 它的spec里面有针对jpql的使用面 以及hql的使用面 它每一个meser详细跟你讲说 它怎么去所使用的 那这边的话这个aggregate function其实用法也跟sequel很像 它可以用的位置包含在你select出来的结果 那你也可以用在hql的条件里面 那甚至用在having里面 那再来就是我们讲一下case when这件事情 case when这个大概是jpql在使用的时候 大家比较少去发现到的一个功能 但是在sequel这边可能会用到 那我们用case when的时候 第一个它可以被用在你的查询的结果里面 那再来就是它可以被用在汇合条件里面 但是它的使用场景非常有限 这边我主要都是在讲 它使用在select的出来的结果里面 也就是它做一个栏位出来 那这边的话我就是假定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employee去join这一个department 那这个department 他很有可能是join不到的 这个是因为这个employee在被设定的时候 假设他今天是没有department的 代表它是一个总公司的部分 这是我假定的一个情境 所以我case when的一个目标就是我去发现这个d 也就是我department的这一个aliasd 他不是noo的时候 他所使用的他department name 但是假设他是noo的话 他使用总公司这一个固定的名称 那这一个栏位他可以 OK那他这边的话 下面有一个group by d的部分 也就是他先以department做group by 那group by之后再把它秀在他的 要显示出来的捨立栏位里面 为什么要秀这一件事情呢 这个我主要想做一个差别 我们可以以case when的结果做group OK那以case when的结果做group的时候 你会看到我是group by 这个department name的alias叫做department tx 我以他的这个alias做group by的结果 换句话说他group by的栏位会不一样 OK也就是假设今天你的case when 他是有多种结果的话 这些结果会直接影响你group by的结果 好那再来就是动态固域的部分 其实我们在写JPQ的时候 我们会面临一个选择 就是他其实有 那个Sprintera JPA 他本身有quiteria的API 那他本身也提供specification的一个组成 这两种都是 我们主要在写Sprintera JPA的时候 写动态固域的一个主要选择 但是这个东西呢 在你写JPQL的时候 就会发生一件事情 你会发现 你在JPQL很难去做动态的SQL的组成 那就变成说你的一些 你想要出现的条件 或不想要出现条件 是根据你在全端的需求来产生的时候 你就会需要用这种写法 你会需要把你的所有变数 都列举在你的input参数里面 那这些input参数 他要个别去判断他是否为Nor 那如果他不是Nor 他会去做后面OR的判断 也就是问号 isNorOrField等于问号的一个语句去做达成 那这种方式 他可以写在不是List的变数里面 那你如果是List的话 他会需要再借助另外一个Aggregate function去做达成 好 那再来就是JPQL他实际上也可以写Pageable 他可以直接玩无缝的跟Pageable 缝合在一起 那简单来说就是把你的output改成Page 然后Parameter增加Pageable这个参数就可以了 在JPQL语法里面本身不需要再做任何改变 但这里面有一个陷阱存在 因为在写Page的时候 Page在这个query在实际上直接发生的时候 他其实会下两句query 第一句是你最原本的这个query语法 第二句他是要去记录你这个query语法 他最大可以查询到的总数量 就是一个total element的一个部分 他会去再根据这个total element 去计算你的page所需要的数量 好 那这边的话 那你就会需要去补充 在query这一个annotation里面去补充 count query 这一个栏位 那count query的所需要的栏位 它的差别在于说 你会的条件基本上会是一样的 goobuy的条件会是一样的 那唯独就是select出来的栏位 你需要给他一个count 那因为他预设他的output 就是一个count的结果 那再来我们讲一下possession的部分 possession的部分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的entity在运行的过程 或者是需求增加的过程 它会逐渐变得越来越大包 那你在实物面使用的时候 不见得是整个entity都会用到的时候 你可能只想去某几个栏位 我们有几种possession 也就是取几个栏位出来的方法 第一个是class-based 也就是我们写一个class 然后里面有我们所需要的栏位 然后我们加上get 然后oart constructor 上面这些notation实际上是long book所提供的 它可以自动的帮你产生get跟建构值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ddo这边 我们find出来一个entity的时候 我们直接把这个ddo当作我们要输出的一个目标 这中间没有做任何其他的注册 那这边有很多前提 第一个是它必须只有一个建构值 而且它的参数名称必须是这个entity的子集 这很重要 你的名称必须百分之百被对应到它 如果你有多一个栏位的话 就是这个栏位不存在于entity之中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对应成功 那它不能用query的这个notation 只要你今天用了query这个notation 就算你今天输出的是 就是一个原始entity的物件 或者是说你指定了你ddo要的栏位 都没有办法被正确应对 那再来是interface-based 那这个东西相对刚刚的class-based稍微活一点 你基本上可以去定义你任何所想要的 你要取出的一个栏位 那这边的话它也可以使用query的语法 所以我们大概有两种方式 跟着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最上面那一种 我们原本继续用query的那个naming的方式去写我们的meters 那再第二个就是我们用query的语法 但我们slate的时候是slate那一个物件出来 这是在pql的一个特性 就是你们在slate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整个物件放到你的查询结果里面 而不用一个一个栏位去做描述 那再来第三种就是把你要的栏位一个一个描述出来 但这边要下alias 即使你出来的这个 你下的栏位名称跟你要取的栏位名称是有对应的 你依然还是要下alias 因为你不下alias的话 hypernet在帮你转换成SQL的过程中 它会下它自己的alias 那会造成就是说出来的这个栏位名称 没有办法被may平进你的interface里面 好 那最后一个是我唯一推荐的方式 就是dto constructor 实际上前面两个都是为了这个做铺成 我只是想说前面两个有多麻烦 那这个有多好用而已 好 那这个部分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会看到上面有一个slate 然后new 然后看起来在new出一个物件 而且它是用全名的方式 这个是标准写法 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写了 然后它只能call constructor 它不能call steady commissor 这是要注意的 好 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查出来的结果 这边可以看到我用course join 去把employee跟他的角色查出来 然后之后再去join出他的permission 这是一个三层的join 那这边的话我把employee 这个物件跟他的permission 给放到了这个dto里面 那这个dto里面 我再去把这两个物件 他所需要的栏位 拆到他的dto的栏位里面 我用这样的方式去完成我的possession 那这边的话其实要多讲一件事情 在写这个dto的时候 实际上你在放这个参数的时候 如果你用的是 Sprint提供的plugin在Eclipse 或者是说你用interlyJ的话 他本身有办法针对这个jpq去做compile 那他在尝试compile的时候 他会发现会有compile error的事情发生 那这实际上是我觉得算是一个误报 所以第一个要回避这个误报的方式 是你写一个treat treat的这个方式是在做转型 有点像是java的cast 做强制转型的一个动作 那或者是你不转型 实际上他在执行的时候 还是可以执行通过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把这两个东西组合起来 实际上所有的这一些基础功能 分为可功能 都是从这些一点一点的基础 慢慢累积起来的 这些东西累积起来之后 就可以让你去完成 比较复杂的一个需求 第一个我们就是善用 这个contractor的部分 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旧营的场景 那这个旧营的场景 里面要旧营的table非常非常的多 那里面你所需要的栏位 可能都只有某几个 例如说你可能只是要修一个列表 那这个列表应该是给user看的 所以user要看到的中文名称 他不要看到code 他不要看到ID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来 一样我把他的整个部门 的每个员工的每一个角色 他每个角色的所有的授权 全部秀出来 简单来讲我就是看到这个授权 然后只要说这个授权属于谁 那在哪个部门底下都有 简单来讲就是完成这一个需求而已 好 但这边的话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刚刚大概有讲到 就是说当你查出一整个物件的时候 实际上他产出的SQL 是把那个物件每一个栏位都组进去 所以虽然说在这边 我们只用到了四个栏位 但实际上他跟你的DB在做传输的时候 他传输的栏位远大于这四个 所以假设今天这个落差过大的话 我还是建议你们把你们所需要的栏位 一个一个列出来 而不是直接传一整个物件 到你的contract里面去 那再来就是position 当然也可以跟function组合在一起 那这边我给的一个范例是 我需要去统计每一个部门底下 他在每一年 那他进来的员工有多少 是不是贴错图了 不是 好没有 好 简单来讲就是他去做一个 有点像年报表的东西 我去统计这一年之中 哪一个部门进了多少员工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那这里的话 你可以看到在第二行的部分 我这个cose 这个aggregate function 他实际上就是去取得department name 那他的这个aggregate function 他实际上是可以有多个输入参数的 那他会挑选最 最先一个不是no的值 所以我们的employee里面 有一个部分是 他是有总公司的这一个情况 所以他就会去选择用总公司的这一个名字 而不是使用department name 那再来就是year 他是会取出一个date型别里面 他year的栏位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 2018然后1月1号的话 他会取出2018的这个数字 那最后就是count的部分 然后他下面用了一次的join 跟一次的group 然后跟一次的orderby 那这边可以注意到 我大概前面讲过的一些概念 都用在这一个sequel里面了 换句话说 实际上我们最后还是回头写了 类似用sequel去达成我们需求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在实物面真的避免不了 就是说会有效能的这个需求 那效能大概就体现在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你主资料的效能 那主资料效能 aggregate function 可以帮你处理到大部分 那再来就是资料传输的一个性能 你今天我们在写这个Java程式的时候 其实我们最容易发生的就是 我们在一个回圈里面 call了太多次的查询语句 那造成我们这个查询的来回 trip太多次 结果就造成说 我们可能原本一个100次的回圈 他就要跑到1,2秒 那实际上在Java原本自己的性能来说 可能10万100万要在1秒内跑完 如果没有任何外部的 这些waiting block的话 他是可以在1秒内完成的 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们原本Java会 所需要的这一个成本 性能的成本转嫁到db上面 所以同样的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所查询的这个资料 他本身是没有index的 他可能会做fold table的scan 那再来就是说他的资料量 远超女的预期 因为他可能是一个持续increase 持续增长的一个table 他的资料量可能现在已经有亿的等级 然后可能每个月还会再增加几千万 这种类型的资料都要非常的小心 去用db的解法 因为很有可能这个程式一跑下去 db就跳起来说 你这个不行我要把你先关掉 那又得不偿失了 那这边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实作的部分 这边的话我是依照我的题目去把这些test写出来的 所以这一边大家看到的display name 就是我刚刚说的标题 那可以看一下这边如果希望大家特别去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写的这些jpql最后是怎么被转换成sql的 所以最好要特别看到 它在开始转换成查询语句的时候 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就是这两句 以这个test而言我发动了两次的query 分别是fine by name 1跟 name 2 那这个两个我只是用了不同的方式去塞它的parameter而已 所以其实对于它组sql来讲 它的组成条件最后都会变成prepare statement的等于问号 OK 这两种方法它都不会有sequent injection的问题 如果被问到这件事情的话可以这样回答 好 那再来我们看一个比较复杂的案例 例如说join展开的一个部分好了 刚刚说我们在使用jpql实际上就是在避免n加1的这一个结果 那这个查询它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个两层的join 它有employee然后去再join它的raw要查询出来 那这边我写了五种方式 是五种吗 对 大概从这边开始 可以看到从innerjoin这边 也就是它在一句sequent里面就去把employee 跟它的角色查出来 所以这一句sequent在实际上 你在db里面运作的时候 它是会有一个展开的结果的 而且这个展开的结果 jpql在查询出来之后 它不会用sprint data的机制去帮你把employee的部分 重复的部分拿掉 它还是会流成那个重复的部分 所以会有展开的一个状况 然后再来是aggregate function的部分 实际上我们在写aggregate function的时候 除了去查表知道说有哪些aggregate function可以用之外 sprint data JPA依然保留了一条路 让你去call那些db它们独特的function 例如说在Microsoft这边你有TC core可以用 那在Oracle那边你有PC core可以用 那这个语法我这一次没有秀出来 但是要查的话是查得到的 我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文件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句查出来的结果 好 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在这个taste里面 发动了三次的查询 那这三次查询其实分别是使用不同的aggregate function 那第一个就是单纯的去做sunt的动作 那我这个背后的db是h2的db 那在使用JPQL有一个好处就是 今天你想要换成任何一个db都可以任意换过去 除非你写了Native Query 又或者说你像我刚刚讲的 你使用了那个db才有的一个function的时候 才会出现问题 我没有连网路 我补连一下 好 那再来第二个我们查了一个count 那第三个我们是用year去做一个条件的比对 因为我在duty day这个栏位存的是日期 那我们在做这个查询的时候 实际上他要求查询的是一个整个年度的 他必须要查某一个年度要到值的user 好那再来就是我觉得position的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直接看dtocontractor的部分 好这下面有一个function 他可以call那个database独有的一个function 好那这边有标示说jpa2.1之后才可以有的 好那他可以这个to number是某一个db才有的 好那我们回头来看dtocontractor在查询的时候 这边的话发动了两次的query 那这两次的query他的一个差别在于说 好 第一个的话我是把这个p 注意我这边没有去做treat 也没有做转型的动作 因为我想说避免掉id跟我讲error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把p去点他的栏位散出来 那第二个我是把permission这个物件直接整个丢进去 好那他的一个差别会在于说 他所查出的栏位实际上就会不一样了 虽然结果上是一样的 那这边的话可以看到这是第一个查询语句 你可以看到他在permission的一个部分 他查出了他的 这个是辉尔条件吗 对这是辉尔条件 这个是他的那个就因的条件更正 我们看一下这个他是这里 到funk之前 第一个条件他是查了permission的code 跟permission的name 那第二个查询呢 他查了permission的id 这边的话他好像还有第三句去查他的 会变成n加1的查询吗 这是第二个查询 前面是employee 后面这个是permission 但你会看到他在这边的话 后面就没有再去查permission下面的栏位 我记得他是拿n加1的方式去做查询 这边没有看到 总之大概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要限说他查询出来了一个栏位的话 我记得其实刚刚有一个 在前面这边有一个过度展开的 这里应该会做一个描述才对 我们看一下这里是前面的跟后面的 他这个会不一样 用这个例子来看会比较明确一点 这边查询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查出了employee的栏位 然后这后面查出了 这边只有查询employee的栏位 看一下我 这边我会需要 这边在做front的时候 我先确定一下我查的是哪一个好了 parameter这里 我应该是先看这个 这边我要查的东西是 好像不对 我刚应该是没执行错才对 不好意思 有点慌乱 我们执行这一个 那他这个后面我们拿1来看 这个1他在查询的时候 就已经查了 已经有指定说我只查employee的栏位出来了 ok 所以这一边的结果就是 他在组这个sequel的时候 这边从这里开始一直到front 他只会描述跟employee有关的栏位 好 但是他下面假设 我去执行这一个过度展开的这个范例的时候 我挑一个4来看 4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这个jpq是从front开始写的 所以他基本上没有去限制他select出来的栏位是什么东西 那他在组sequel的时候 他在组sequel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到他除了employee的栏位以外 这边到这边还是employee 跟着 这边也是employee的部分 那这一边是角色的一个部分 employee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他每一个栏位都给你查出来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最后所需要的栏位 是只有employee这个entity而已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在查询出来的时候 虽然你透过了jpq去查询 但是假设你没有把你的所需要栏位用select 一个一个标示出来的话 他实际上是会全部展开出来给你的 好 那这个大概是今天要介绍的全部的内容 那最后我们大概回头想一下 为什么要这么花式 我这边问了自己三个问题 但我觉得 其实最后我们都回到一个结论 就是它是一个工具 那今天你要做好你的专案 那自然而然这个kpi的标准 应该就是user认为说 你有没有达成他的需求 那要达成需求实际上有非常多的方式 就算不会花式 你们也可以有办法去完成user的需求 但是要完成user的需求 背后所眼神的影响就是 这个需求完成了 那它的效能有多好 那再来就是它的可读性有多高 未来的人好不好去做一个承接 那我认为JPQL它有一个优势在于说它跟SQL差异不大 实际上只要有足够的文件应该所有人都可以从SQL无痛的转换成JPQL 那甚至对于Java工程师来说 在Protection这个使用方法来说应该算是蛮亲切的应该就跟new一个物件是一样的 那再来就是用这些东西 假设你真的用到这些功能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 因为它可能会破坏你 就是架构师原本所定定的一个architecture的一个部分 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在查询出来的时候 不再是只有entity从repository做return 你可能会returninterface 你可能会returnclass 那它可能是view可能是dto 这些东西可能不是你的架构师所希望看到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使用这些比较特殊的写法的时候 尽量要跟你的架构师做一个讨论 看适不适合套用进你们现在的这个架构里面 或者是说该用怎样的替代方案去做这个命名 又或者是说去做怎样的包装 来符合你们现在的架构 那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是蛮希望看到自己的工程师 能够使用这些东西的 但是我在看到他们使用的时候 我不见得会马上认为说 这个是适合我们专案的 可能要经过一番讨论 就跟刚刚讲的一样 它可能会破坏我们现在的架构 那可能导致一些结果 那例如说 假设今天你们的专案在针对架构这件事情 有去做一个检核的话 例如说在包版之前 有去做你的架构检核的话 可能会造成这个架构检核 就没办法通过了 OK 这些都是需要小心的 好 那我的内容大概到这边 好 谢谢瑞士 大家有问题吗 那边有一位 祥师你好 你刚刚提到说有一个缝合的概念吗 那我不知道说就是这边跟 任何地分我或是其他那种 达内这种达内的语法没有 在一起结合就是各取所上 然后弄成一个新的一个整个的方向 因为我是从打内转过来写JPA 老实说就是不习惯 总要一个一个去建很多的那个 entity的很多的field 觉得这样会比较麻烦 谢谢 不好意思可以再描述一下 你有问题的内容是什么吗 可以融合 entity分我跟那个JPA吗 就是那种查询预法 那种格式或什么之类的 你说哪一个分我可 entity分我可 对entity分我或者说就有点的link 图西口这种lambda那种语法 他你说的融合假设是在 那一个查询语句做融合的话 我想是没有办法达成的 是 对 因为他这个实际上背后 他的实作还是hybernate 对 虽然我说JPQL跟HQ都可以用 但实际上他是 他是因为他都属于hybernate 他实作的一个范围内 所以他才都可以用 了解 所以要是在同样上hybernate的前提下之后 对 但是其实我们以架构的方面来考量的话 假设不是特殊的需求 你选的这些ORMaping Firmwork应该只需要一套 会比较好 是 了解 谢谢